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知道是浇水浇多了还是浇得太少了 我经常收到朋友由于页面表现逆常而询问是浇水浇多了还是浇水浇少了 对,路子是对的,就是浇水浇多了或者浇水浇少了它都会表现在叶子上 浇水是植物生长头等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出了几集有关浇水的原则和浇水的方法的视频 我会把这些连结放在留言部或者是在说明当中 欢迎大家观看 这些只是一些基本的原则 但是每个人的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的海拔高度和风 以及湿润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调节调整 所以我们要学会知道怎样是浇水浇多了还是浇水浇少了 来我们看这个番茄 那么它的叶子呢,我们会发现它在底部的叶子开始卷 都卷起来好像像凋谢的感觉一样 但是上边的呢,还都OK,还都挺好 那么这样的情况往往都是浇水浇的不够 为什么? 所以各种植物它们只所以能够延续到今天 它们都有一种母性 也就是说,当它们的资源齐缺或者缺乏的时候 它们会牺牲老一代去集中资源去供应给新生代 新生的职业 这样它们的生命才可以延续下去 才可以繁衍下去 所以呢,别看这样一个小小的番茄 所以它在英文当中呢,我们叫它creature 也就是一种上帝创造物 它有爱,有灵性在里面 那么我们在它的这个根部的土地方 我们再检验一下一寸到两寸左右期间的这个土的情况 我们打开看一看 这个土呢,是有湿润 我们捏一下 我们会发现它会成形 而且这个手指这个地方 不会有水分出现 如果我们捏一下掏出来的土 是散散的,根本没法成形 这就说明严重的脱水 赶快浇水吧 然后我们再把它盖上 什么样的情况下 浇水过多了 来我们看这颗番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底部有一些卷的黄的叶子 然后我们往上看 我们来检验一下它一寸到两寸之间的土的湿度 我们挖一个小洞 然后伸进手指 它会感到非常的湿润 那么我们把土拿出来以后 我们捏一捏 它不但有成形的状况 而且可以看到手指的有水分 有水叶 浇水浇的太多了 赶快查一下原因 原来因为我们有一个是 每天都浇水的这个管道 然后在这儿有一点漏水 那么滴水的现象 那么这个滴水呢 所以它水就比较多 那么又加上它的地比较挖 所以说它就出现了浇水浇过多的现象 对不起啦 让你受罪啦 最后我们想说一下 就是无论是浇水浇的过多了 还是浇水浇的太少了 我们及时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它们会慢慢的复苏过来 同样的如果植物遇到微量元素缺乏 它也会舍掉老叶子去救新叶子 好了我们以后再做一些视频 来分享一下微量元素缺乏的表现 怎么解决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并转发给更多人 你的小小的一点举动 可以大大的帮助我们 去做更多这方面的视频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更多的视频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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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